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主演的德贤紧致正在紧锣密鼓拍摄中 关于这部正午首部电影巨制 又是战争大片 大众都是极为关注 近日该片编剧龙小龙接受采访的一些细节曝光 被问怎样理解杨刚之气 讲真战争片谈杨刚也可以理解 没想到蓝小兰对此却颇不认同 而且通篇没有提肖战 却仿佛处处都在赞她 说到杨刚通常用来形容男子气质刚硬 也泛指强劲有力 人们也总是觉得男人奔张的肌肉 站马上的狂奔 疯狂的赛车 别有杨刚之美 其实这些不过是浮于表象的东西 也是蓝小兰不认同的原因之一 她认为勇气 智慧 自控 宽容 幽默哪个都来得比所谓杨刚重要 男人最过命的东西是什么 是你心灵的健壮 是你心灵的强悍 相对于这些杨刚那种东西就太搞笑了 不得不说蓝小兰的阐述非常精辟 她抛却了那些表象更注重内在品质 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提肖战的名字 相信这些品质 正是她所以选择肖战来主演这部战争剧片的原因所在 从肖战过往所饰演的许多角色中 我们也能感受得到蓝小龙所说的真正男人的样子 比如故意也全身心交付国家 铁骨争争 时影虽仙气飘飘 却永丹家国大义 肖春生更是百折不挠 追求梦想 凡此种种肖战饰演了一个个有勇有谋有情 有爱有担当的角色 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 却尽显男人本色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大神观 还是视景寻常的小人物 都不妨碍他们有着强大的内心 有着宽广的胸怀与大爱 肖战本人也是如此 从外表看他偏向温文尔雅 时而是金池贵公子 时而是青春的男大生 但骨子里的强悍可不是说说而已 没背景 没靠山 小透明时就敢于跟公司拍桌叫板 顶着莫大阻力也要走自己的路 是为勇气 在众口朔金时 他没有与惯常思维 一句 与粉丝是平等的 成功破局 视为大智慧 出道以来 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仿佛流逝的时间为他停住 那是无比自律与自控的成果 对他人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令人如坐春风 对粉丝退款 包邮 关闭购物通道 现实销售 不显销量 尽可能的为粉丝谋权益等等 与时下明星与公司想方设法割韭菜 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有此区别 归根结底因为善良而有爱 素人时就做公益 如今更是公益从不缺席 低调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见惯了娱乐圈耍率伴酷利人设 哗众取宠 身为肖战的朴实低调 却真挚的处事而感动 什么叫男人 什么叫男子气概 不是冷酷叫嚣 不是好勇斗狠 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都有稳定的情绪 是遭遇多少磨难都保有阳光向上的精神 是无论怎样的志得意满 也不娇狂 始终善良有爱 炫目酷拽的人设偏偏小姑娘还行 成年人认的是真材实料 品质担当 最后肖战一再赢得明岛明边欣赏 斩获一个个惊天剧饼 离不开他出众的演艺实力 更离不开他的人格魅力 为何得意双心 得在钱实在是做不好人 就做不好事 即便一时成事 也注定不会长久 有道事 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 只有最好的心态 让我们都做一个内心强健的人吧 一起加油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